那么,这个台湾,不能说因为老子化台来很精彩 而基本上作为栽培人材的科技是什么? 那个树埃上把教育,把商业这种成本的概念 跟我们所有科技都把它融合在里面 让我们栽培出来的学生,他是真的是有精神 那么现在,我们看到很多大学生出来,他没有商业的思维 他没有人文的思维,他纯粹是一个打电脑 这样的孩子就已经前世间很全球化的一个世界 真的,你有竞争力在哪里? 不是就会费你,你就会有竞争力 但是,要有结果需要 台湾的竞争力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 国系要交易的品 今天我们跟中国大陆有些什么就是说 我们要是品费可以新增 还有我们在走向服务的时候 这一种素养品也是台湾的竞争力 所以这个是综合的一个竞争力 我们接着是这样的比较表现的大学和平 而不是纯粹只是为了品购大 我们为了品商劲或者品购大学 这一家的理由不是要吃掉哪个大学和平 吃掉哪个技术学 对的,我们再为除更为优秀的孩子 来应付全球化的世界 谢谢大家